接下来一连串的新闻 要带您关心发生在昨天高雄监狱的挟持事件 在被警方重兵包围的期间 受刑人郑利德等6个人 他们抢得了10把长短枪和200多发子弹之后 又挟持了典狱长和借户科长 之后与警方互开了20多枪 6名重刑犯在双方对峙了14个小时之后 引弹自尽 检方表示期间他们曾经三度的满足6个人的需求 送酒和槟榔进去 但是他们确认这6个人不是在喝醉的情况下开枪 高雄监狱夹持事件历经14个小时 6名重犯在嘴后引弹致敬 认知平安获救 救护车运送囚犯遗体 直接再往冰医罐 检方透露囚犯早有死亡的决心 报着一个死亡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从我跟他们一开始联络的时候 就很明确的 他们就是表达这样的一个立场 我还是再三的跟媒体朋友表示 我们会拖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真的是非常真心的希望和平落幕 检方表示 作案协商过程让角证署长宣读囚犯诉求 是因为囚犯承诺会释放人知 但后来囚犯食言 而角证署会送入酒及槟榔 则是忧心人知安全 用尽一切判法 安抚他的情绪 能够达到他的满足点 我们尽量做 为什么最后我们还是必须要把酒 跟这个槟榔再一次送进去 就是因为在那个情况底下 典域长给我的讯息就是 他已经指责他了 检方表示没有攻坚计划 希望取得囚犯信任 但三次出尔反尔 加上情绪不稳定 因此没有让其他人再与他们接触 检方强调希望事件和平落幕 六人至今后 遗体已经送往殡仪馆 检方会在会同法医前往相宴 厘清最后引誕真相 新唐人亚太电视秋天喜夜喜红 台湾高雄采访报道